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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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表现再说 这一个月几乎没有人管她 谢娜每天练习大声说普通话 跟读一个月之后 她以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学校 谢娜从小县成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女孩 到成为全国知名主持人 如果面子包袱重 尴尬时就回避 被拒绝就退却 那她还能取得现在的成就吗 比起想做成的事 想成为的人 想要的生活 面子算什么 李嘉诚说过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还停留在那里 喝酒吹牛 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人活在世上 有的活成了面子 有的活成了李子 而只有李子 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唯有打造好李子 面子才是滑而有时的 真正成熟的人 早已放下了面子 活出了李子 二 借掉依赖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谁可以让我们 依靠一辈子 靠父母 父母总有一天会老去 靠爱人 爱人未必会陪你一辈子 真正靠得住的 唯有自己 自己强 才是真的强 自己是最大的底气 自己赚来的钱 画着自由 自己换来的安逸 更有自信 很多时候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只会换来失望 如果我们过分依赖他人 往往会导致生活陷进难以自拔的黑动力 恶性循环 如果 凡事都想着依靠别人 就是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而让自己永远陷于被动之中 这样的人生 看似轻松一时 实则是辛苦一世 有人说 以前我总觉得 做任何事都要靠关系才行 靠在如今 也醒悟的不算太迟 求人不如求己 靠自己 才是王道 确实 所谓人脉 其实是建立在价值交换基础上的关系 若自身没有价值 只想依靠别人 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事 众好梧桐树 自有凤凰来 无论做人做事 都要先靠自己 才能站稳脚跟 当你真正变得强大了 无需刻意强求 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 活着 自我坚强 才是人生最大的依靠 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才可以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驱逐所有的不安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爱谁都不如爱自己 靠自己 才不会害怕孤独 靠自己 才不会担心被欺骗 靠自己 才最踏实 三 戒掉坏情绪 你能控制多大的脾气 就能扛住多大的难 也就能成多大的事 韩信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统帅 然而世人记住的 不仅仅是他的军事才能 还有他超强的情绪控制能力 韩信 从小失去父母 经常遭到歧视和冷遇 有一次 一个五大三粗的屠夫 看到韩信腰间配剑 猜想他是胆小之辈 于是想羞辱韩信 当众对他说 要么从我裤裆下跨过去 要么把我杀死 韩信自知 形单影之 没有胜算 依然选择了前者 忍受着巨大的侮辱 从屠夫跨下跨过 然后 在众人的嘲笑中 从容而去 面对一群无赖的挑衅 韩信没有一怒之下 拔刀相向 而是通过冷静的分析判断后 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虽受一时之辱 却化解了一场危机 也正是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 短短几年后 韩信 慰疾人臣 统领百万兵马 成为战无不胜的 一代兵神 情绪失控 只会让人失去理性 输掉自己 控制情绪 却能让人保持冷静 成就自己 任何时候 一个人都不应该 做自己情绪的努力 应当学会保持情绪的稳定 只有小孩 才喜欢把情绪表现在脸上 成熟的人 懂得如何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稳定的情绪 就像老司机开车一样 不管道路如何颠簸 总是尽力保持车辆平稳前行 控制情绪 是一种修养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一个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能定得住心境 而定生境 静生慧 拥有智慧 才能把握人生 人这一生 情绪决定心态 心态决定命运 命运决定生活 不困于心 控制好了情绪 才能控制得了人生 4.戒掉玻璃心 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每个人都曾遭遇过 生活的困苦与挫折 面对逆境的态度 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 巴顿将军有一句名言 衡量成功的标准 不在站立顶峰的高度 而在跌入谷底的反弹力 成功的人 并不是未曾被命运击倒过 而是在被击倒后 还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迈进的人 菜根坛里有一句话 众人以顺境为乐 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能致命困境 战胜心底的恐惧 学会尽人事听天命 身处逆境低谷 依然保持乐观 平和和自信的态度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宠辱不惊 闲看门前 花开花落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往往无畏孤独 敢于寂寞 善于在独处中 修炼自己 和内心强大的人在一起 你也会情不自禁 被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感染 是获到满满的正能量 很多时候 不是成功来得太晚 而是放弃得太早 有些人一直不成功 不是因为能力不足 而是因为有一颗玻璃心 拥有玻璃心的人 往往轻易就能陷入到 自我否定中 领导的一次批评 就开始怀疑自己能力不足 同事的一次小声议论 就成了自己不讨人喜欢 和这种人一起工作 很累 因为你处处都要小心翼翼地 维护他那颗脆弱的心 董明珠曾说 职场上最降低工作效率的是 不是刷淘宝 也不是聊微信 而是玻璃心 滴滴的柳青也对团队说 放下你的玻璃心 换一个钢的回来 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 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 所以都是一边受委屈 一边熬过去 熬过之后 就是一次重生 再回头看时 那些痛苦的经历 也不过如此 只有经受得住最难的考验 才能看见星辰和大海 成长就是一个将玻璃心 慢慢打磨成钻石心的过程 真正成熟的人 早已戒掉了面子 活成李子 戒掉了不良情绪 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 戒掉了依赖 学会靠自己 戒掉了低质量的社交 获得真正的成长 戒掉了玻璃心 变得内心强大 希望你也成为真正成熟的人 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